大家好,欢迎来到Mass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我们这个圆形链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在之前呢我们可以在像shape中添加这个name属性 包括2d shape也添加了这种name属性 那现在我们每实力化这样一个对象 是不是就会带有这样一个属性呀 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样一些共享属性 放到我们的圆形中去,也可以 那当我们用某一个过渡器创建对象的时候呢 其实这些属性是不是直接就添加到了我们这个类似中去了 对,这就使得我们不能通过实体来改变我们的属性 那也引起了我们一些效率的这样一个问题 效率呢就比较低 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像name属性 放到我们的什么呀,圆形中 name属性放到我们的圆形中,也可以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还拿这个形状为例 15-extend 看这个例子啊 之前我们写过function,像shape 写过lis.name等于name 等于这个shape 那接着呢这是我们之前的写法 那现在呢我可以生命一个空对象 把这个name属性放到这个shape的圆形中,也可以 可以这样来写function shape 这样一个空对象 接着shape 点prototype 点一个name等于一个shape,也可以 那这样做的好处呢,其实我们现在每创建一个对象 还带有这个name属性吗?不带有了 如果通过之前的方式,我们每new一个shape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那每个实体是不是都会有这样一个name属性呀? 那其实呢在我们的内存中是不是就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来保存这样的一个值 那这时候呢就带来了我们这样一个效率的问题 那现在你把它放到圆形中去 那我们所有的实体是不是都可以来共享我们圆形中这样的一个name属性呀? 对,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再看 我们还可以再来写 写上一个function 像还有这样一个之前的方法 toStream方法 也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圆形中 点成一个toStream 等于function return一下类似点name 也可以 那这样呢 当每当我们在调用这个newshape tree创建对象的时候呢 那其实我们新对象中是不是就不会再用这个name属性了? 而是被添加到了这个对象的圆形中去 那这样呢是效率是快了 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那这也是只针对我们对象实体中不可变的一些属性 可以这样来做 那如果可变的,这样的效果是不好的 而且呢这种方式也是用像我们对象中的这样的一个 共用方法 像toStream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圆形中去 也可以 好呢 接着上去下写 再来一个function 2d shape 也是一个这样的空对象 通过2d shape 2d shape 2d shape 是不是也把它加进去了? 也可以 那接着呢我们还可以什么呀? 假如说我们再来写一个 将它的圆形指向谁呢? 指向我们这个new shape对象 实现了这样一个基层 可以通过2d shape 点prototype 点 一个 等于new 一个 shape 好 那接着呢 解决我们这个 重制一下我们这个 constructor 可以通过2d shape 点 prototype type 点一个constructor 等于2d shape 重制我们的constructor 没问题 和之前写的是一样的 或者写成一个 这个是2d shape 之前写的是 好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 我们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再来扩展一个谁 再来写一个我们的triggle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 triggle中 我们可以来想得到这个 想三角形的面积 可以传一个side 和height 这两个呢 是不是不是固定的呀 需要来传 那这个 就不能加到我们的圆形中 可以直接来传 list.side 等于side list.height 等于height 这样的效果 在这块也需要注意啊 我们通过 向对象 进行扩展的一个属性之前 首先呢 我们要先完成这样的一个 继承关系 这一点需要注意 否则呢 我们再向这个 2d shape 第二 prototype 中 添加新内容之后 就会抹掉我们继承来的 这样的一些内容 所以说这一块 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看 看这个triggle 我们说了 像这个不应该是固定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把它放到我们的圆形中 因为每个尺寸呢 可能不同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的参数里了 所以说 这一块放到参数里 但是得到面积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那就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圆形中 tringle.prototype 等于 等于 new 等于 new 一个先完成我们的继承 2d shape 可以 接着 接着 再将它的 getL 得到这个面积的 function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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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一个 类似的 height 除以一个 2 可以把它放进来 但side和height 你看到 我是没有放的 因为呢 它是一个变化的数据 那接着我们来做这样一个测试 vr一个 叫做mine tringle 等于 new 一个tringle 传一个5 10 接着我们来得到一下这个面积 console 点log一下 mine tringle 掉一个 data air 好 来试验一下 得到的应该是25 没问题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来调用一下toStream 那toStream呢 是不是继承着来的呀 console 点log 点toStream 继承我们的shaped toStream方法 也可以 来看 得到的是tringle 这样的效果 也没问题 那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来检测 对象自身属性 和从圆形上继承下来的属性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has own property 可以通过mine tringle 来 点has own property 那看一下这个side 这是不是我们的自身属性呀 所以说返回的应该是一个true 那接着再看name name是不是圆形上的呀 那这时候再来看 mine tringle 点has own property name 那此时得到的值 是啊 false 没问题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incidenceof 操作符呢 可以来验证 我们这个对象 是否是这三个构造器的一个实例 我们可以来写 我们可以来写console 点log一下 mine tringle mine tringle 以及我们的shape 以及我们的shape 是否是它的原型 这几种方式都可以 mine tr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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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 tringle 第二生一个 prototype 第二生一个 a s prototype of mine tringle 像mine tringle 接着再往下 还是一样的 2d shape shape prototype the as prototype of mine tringle 是否也是返回真呀 同样的像shape 第二 第二 prototype 第二 prototype of mine tringle 返回的也是真 那接着如果我们写个object呢 是不是我们的顶级对象呀 也可以 mine tringle 返回的这四个都是真 来看一下结果 没问题 都是处 啊 这是如何 将我们的共享属性 放到我们的原形中去 啊 也有这样一些问题 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 提高我们的效率 但是呢 有它的优点 有我们的缺点 这一点需要注意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小例子 也来练习一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